大家好,姐妹们啊,我跟你说,我现在遇见一个特别头痛的事儿,就是我新房装修事儿,就是我,就是让我很困扰,很困扰的一个事儿,咱们姐妹们眼光高的,来给想法参考,参考一节呀,因为你看,这一进门的时候,它不是一个入户玄关吗,就是这一入门呢,这边呢,就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摆件,还是做啥好看的,这边就是让我特别头痛的一些事儿,你看,当时就是设计的时候,就是新房设计的时候,装修是这个样子的,就是它弄一个摆件,其实挺好看, 好看是好看,但是我在网上对比,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哈,就是放到这以后,还是那种心里边觉得,不是太合适,就是咱姐妹们啊,就是有一个独特的性格,你们可以想想推荐推荐,这是到底放啥好看,到底怎样做才能好看,就是入户的时候,你第一眼让人家进来以后,就是咱朋友,哎,一看,哎,想法这个摆的挺不错,第一眼进来以后,就让,就是每天我们进门的时候,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心情,看到它,哎,真棒,摆件确实让我很, 很头疼哈,姐妹们给参考参考意见,到底什么样好看,还有一个就是这,这个表箱呢,以前有,但是呢,把它给忽略了,这是一个表箱,表箱呢,就是弄啥才能好看,因为,当时设计的时候,你看,这边弄一个这样玄关墙,正好那个电箱是在这里,电箱是在这个角,你说呢,把它反过来吧,它还不好看,就是反过来以后,它相当于什么的,就是这个面呢,把它给挡了一,挡了有三分之一, 就想的不太好看,到时候还会显一个角,啊,这个是,也是一种头疼事,就这两件事,姐妹们,怎么解决,这新房,其他的都弄好了,就这,你是一个角落,哎呀,让我心里边,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好,头疼死了,